设立于日治时期 拥有百年历史的嘉义轴场 将智轴产业与观光寿闲结合 转型为观光文物馆 才多着化经营 我们嘉义轴场的前身 也就是在日据时代 1905年 那时候是叫做大正智酒诸事会社 然后经过了公卖局 然后一直到民国90年 也就是2001年 我们台湾烟酒公司改制了 成为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 然后在这段期间 我们也有往观光酒厂这方面在规划 然后一直到2012年 我们经过了观光工厂的认证 文物馆内藉由许多奖品 让民众更了解酒器 酿酒等酒类相关文化 也更了解台湾传统酒厂制酒的历史 嘉义酒厂是我们台湾高粱酒的原乡 民国39年 我们台湾才有高粱酒 也就是我们嘉义酒厂所研制成功的 现在我身后最有一奥 就是我们嘉义酒厂的正常之宝 这个就是我们39年 开发的第一奥的高粱酒 一直存放到这边 这个也是算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也可以在我们的酒与文物精品馆里面 可以看到一些艺术大师 跟我们的高粱酒结合的艺术品 还有我们小型的酒窖 可以让游客知道说在酒窖里面 我们的高粱酒要怎么去储存 我是觉得后面它有很多很好看的酒瓶 然后它有介绍说 很多不同年代的酒瓶 然后花式的酒瓶 还有艺术的酒瓶 我是觉得这些都很好玩 就是很值得来评 除了开设文物馆给游客参观外 嘉义酒厂也是全台湾第一间酒银行 提供存放高粱酒的服务 会有专人管理酒瓶 我们有成立的酒银行 所谓酒银行就是 让客人可以买到整奥的高粱酒 27公升整奥的高粱酒 然后经过这个酒奥的储存之后 能够使高粱酒更具有 它储存的那种风味 百年历史的嘉义酒厂不止自走 也发展受闲观光及创新服务 让民众能更了解传统制酒业的文化与历史 并且看见酒厂的新面貌 中正一报 史密斯瑞秋 史千千 嘉义民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此 אח